哈囉,大家好,我是Lisa 今天我們來聊聊 SSN Social Security Number 社會安全碼吧 娃娃TV 那你知道社會安全碼是什麼嗎? 社會安全碼簡單來說 就像是你的身份證號碼一樣 它除了讓你作為身份證明之外 它最主要的目的 其實是為了追蹤個人的 付稅資料跟個人的信用資料等等的 所以每個美國人 基本上都有這個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在美國這個 Social Security Number 是很重要的 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會需要用到它 例如你要申辦電話 或者是買車子 或者是申辦銀行帳號 或者是找工作等等的 都會需要用到它 所以大家到美國之後 應該要盡快的去申請一組 自己的 Social Security Number 然後盡快的來累積自己的信用 其實在美國沒有 Social Security Number 跟沒有信用紀錄是還蠻不方便的 譬如說今天你要申辦電話 那電信公司它會要求你出示你的 Social Security Number 但你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你在美國就等於沒有信用 沒有信用 沒有信用 所以電信公司它們就會不相信你會按時繳費 它們會向你收取高額的保證金 才會讓你申請電話 譬如說你要租房子 如果你沒有 Social Security Number 跟信用紀錄的話 你的房東也會向你收取高額的保證金 以防你不按時繳房租 那留學生要怎麼樣獲得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呢?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在學校找打工機會 只要你在學校一找到工作 你就可以申請 Social Security Number 了 那有關打工的問題 就請大家去看我之前的影片 我裡面有詳細的說明 那當你拿到這個 Social Security Number 之後呢 因為它是全新的沒有任何的紀錄 所以對於要去申請一些東西 還是很不方便的 像是我現在雖然有 Social Security Number 但是我的信用紀錄只有一點點 因為我平常的時候都是花小錢而已嘛 所以信用紀錄不會累積的很快 我連租這個房子的時候呢 我這邊的管理公司都跟我說 因為我的信用紀錄沒有很高 所以呢 他們可能會跟我收很高的保證金 所以他們建議我去找一個信用紀錄比較好的人 來當我的保證人 或者是以他的名字來乘租這個房子 所以說呢 當我們拿到 Social Security Number 之後呢 我們應該要儘快的去累積自己的信用紀錄 當然累積信用紀錄最快的方法呢 就是去申請貸款 然後按時還款 這樣才會有良好的信用紀錄 但留學生誰沒事會去申請貸款呢 申請貸款要幹嘛 所以另外一個累積信用紀錄的方法呢 就是去申請信用卡 在美國呢 信用卡是很普遍也很方便的 它既可以幫你累積信用紀錄呢 還可以幫你省錢 你也可以不用天天帶著大寶的鈔票到處跑 那其實美國有蠻多的信用卡都還不錯 很多呢都有蠻好的福利啊 跟回饋金的 這個呢 我在之前的 在美國生活不能不知道的 日常生活省錢妙招的影片裡面呢 已經有推薦兩張還蠻不錯的信用卡 有興趣的朋友們呢 可以過去了解一下哦 當然我也會在這個影片的說明欄裡面 放上幾個推薦的信用卡的連結 大家可以自己去比較看看 看看自己喜歡哪張 哪張比較適合自己 然後可以直接申請 好那今天這個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或者是覺得這個影片 對你有幫助的話呢 不要忘記按讚 按訂閱 開鈴鐺 加分享哦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